依然是强调一下 由于Filter是CSS3中新引入的这么一个属性 所以对浏览器的兼容性是有要求的 在这个表格中 列出了对几个主流浏览器的版本号的这样一个要求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另一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Filter冒号后 可以使用一个Blur来产生模糊的效果 那么是不是Filter还能产生其他的效果呢 答案是当然了 Filter可以产生很多效果 在这一小节中 我就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Filter的其他效果 在这里为了向大家解释清楚Filter的效果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demo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是圆图 右边是经过Filter处理后的结果 那么我们之前已经实验了Blur这样的一个属性 在Blur中传入的是这样一个像素质 那么在这个小demo中 这一行就是指我们所写的代码 当然了 在这里我省略了浏览器的前坠 同时我标注了一个default值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写入参数的时候 默认的情况下 Filter会给每一种效果传入一个数值 那么对于Blur这样的一个属性来说 默认的情况下就是为0 也就是不模糊 包括Blur在内 Filter一共有10种已经定义好的效果 下面我们就来快速的看一下这些效果都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Gray Scale 那么顾名思义就是灰度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可以接受0到1之间的一个参数值 那么0就是原色 1就是完全的黑白色 在这中间可以选取一些中间的值 默认情况100%就是1 也就是Filter调用Gray Scale 就变成了黑白这样的一个图像 第二个Cepia 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黄棕色的效果 大家可以用它创建类似于老照片这样的一个效果 和灰度类似 如果1的话就是完全的这么一个黄棕色的情况 0的话是原色 默认的情况也是100% 第三个Saturate是指饱和度 那么对色彩比较了解的同学会知道 一种颜色我们除了可以使用RGB来表示之外 还可以使用HSV或者是HSB这样的方式来表示 其中这个S就是Saturate 饱和度 那么在这里呢 为了这个效果的突出 我使用了300%的这个饱和度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艳丽 那么默认情况呢 是100% 第四个Hue Rotate 那么这个Hue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HSV或者HSB中的H 也就是Hue色相 色相是一个从0到360度这样的一个色轮 如果有过色彩学的知识的同学 可能会了解这个概念 如果不了解的同学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Google或者百度一下色轮这个概念 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尤其是进行色彩搭配的时候 经常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么Hue Rotate就是在当前的色相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旋转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湿力中我转了90度 默认的情况下是原图像 就是零度 不做旋转 下面一个Invert 非常简单 就是反色 依然是在01之间取值 如果是1 也就是100%的话 就是颜色完全的反转过来 0的话就是原色彩 那么在这之间呢 就是中间的情况 默认的情况下会完全的反转 也就是100% 下面一个Opacity 相信这个概念呢 大多数同学都熟悉 就是不透明度 这里大家一定要和透明度去分开 Opacity指的是不透明的程度 如果是1的话是完全不透明 0的话是完全透明 那么在这里头呢 我使用0.2 是一个比较低的值 大家可以看到 由于近乎完全透明 所以这个颜色呢 非常的浅 如果叠加其他的元素呢 其他的元素就会透过这个图像显示出来 下面一个Brightness 就是明度 之前提到的HSB中 这个B就是Brightness 在0和1之间取值 在这里呢 我取了一个中间值0.5 大家可以看到 比原图像呢 就会稍微暗一些 下面contrast是指对比度 那么我们调节电视机也好 或者显示器也好 经常会调节这个属性的值 在这里呢 我使用200% 让这个对比更加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图像呢 显得更加锐利一些 那么默认的情况 100% 实际上呢 是和原图像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可以在100%的更低的位置 降低对比度 或者更高的位置 增加对比度 来进行一个选择 那么下面 blur之前已经提过了 就是进行一个模糊的效果 在这里呢 就不多说了 最后dropshadow 那么它呢 是给我们的图像 加上一个阴影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属性值 前两个 我在这里用10个像素 10个像素 是指这个阴影 向右和向下平移的距离 当然了 如果用复制的话 就是向左和向上进行平移 下面这个两个像素呢 是指这个阴影 它的模糊程度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blur中 也使用这个像素数 来表示它的模糊程度 在阴影中 也是这个样子 最后 可以传入一个颜色的值 来代表阴影的颜色 那么在这里呢 我传入的是一个灰色 当然了 熟悉css的同学会知道 在css3中呢 还有一个叫做box shadow 这样的一个属性 传入的参数是一样的 也可以制作阴影这个效果 那么在这里呢 采用滤镜filter 这样的一个属性 也可以制作出 阴影这样的效果 好 这个就是10个filter 这个属性 已经定义好的 内置的滤镜效果 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酷 那么事实上 filter这个属性 使用非常的灵活 大家也可以 创建属于自己的滤镜 那么对filter 更详细的介绍呢 已经不在这个课程范围里了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也不再做更加细致的介绍了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自己查一查资料 不过对于大部分的任务 我们使用filter 内置的这些滤镜效果 就已经足够了 比如说 在我们的这个demo中 我们就使用了模糊 这个效果 好了 相信大家已经充分的 领略到了filter的强大之处 不过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这个demo 还没有引入converse 我们只是把一张图像 变成了模糊的效果 在下一张中 我们就将使用converse 来完成我们这个demo的主要逻辑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大家加油